小朋友在台上唱唱跳跳超有活力 台下爸爸妈妈拿起手机猛拍照 跳完一首再来一首 就由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梓伟及多位议员在台下 欣赏孩子们超萌表演 基督大班儿童作品展在海科馆正式开幕 今年作品以基督在地特色为发想 结合海洋元素让孩子们尽情发挥创意 第六届的舞动一起来大班作品展 我觉得很开心也很难特别 因为我女儿也在 所以小姨爸爸就很开心 我觉得大班的孩子他们 我相信在这个幼儿园有了很快乐的几年的学习 现在今年要迈入小姨了 我想对他们 还有对他们家长都是一个生活的转变 那我们基隆市府跟教育处 就是要致力于这些环境的打造 不论是学习 不论是玩乐 不论是照顾 我们都要把这个环境做好 这个也是我们最根本的责任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那看到今天很多孩子们的作品 其实也都做得很棒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想我们大班的这个幼儿展 已经展现了非常多年 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 是全台湾唯一以海洋为名的一个博物馆 我想在这边可以展现我们基隆海洋的特色 也可以让小朋友认识海洋 又可以呈现他们的多才多艺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全力来支持 让小朋友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那我最近也跑了几间异彩班 那我想每一个小朋友 都有每一个小朋友的专场跟特色 我想用力的表现自己 勇敢做自己 让他们慢慢的成长 那我想基隆的小孩会有 越来越有特色 现场展出了百件孩子们的作品 不管是利用废弃的符球 渔镖 还是各种创意艺术 都希望让孩子了解这种的文化特色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的发展 是多元的发展 那现在我们教育的体系跟制度 也渐渐的在朝向多元的教育的方式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小朋友在学习的期间 都是以触觉视觉等等的各种感官 去启发我们的整个整体的 身体的发展跟思考能力 那所以呢 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肯定小朋友的创作 那让他们透过创作之后又得到肯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其实可以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心 今天陈寅呢 很荣幸的来到我们海科馆 来看这些小朋友大班他们的创作 因为小朋友呢 其实他们很有想象力的 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想象力发挥在每一张的白纸上面 然后每一张的白纸呢 就变成很生动 那希望呢 在这个廉价的儿童节呢 父母也可以带小朋友来到海科馆 看看别人的作品 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呢 就是激发自己的大脑的潜能 然后让他之后变成毕卡索小画家 每个都很能画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海科馆 来参加我们学生大班的作品展 那今天真的看到非常多的作品 那这都是小朋友发挥创意 那结合我们基隆市的海洋来做一些作品 那这个其实在学校中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潜力 我们海科馆很适合办这样的一个作品展览 来让小朋友脑力激荡 也让他们的作品能让更多人看见 那欢迎大家来参观 这次很高兴跟那个基隆市政府一起合办 那个小幼稚园大班的同学 来做他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这一次结合整个海费的一些那个收集 把他创造他的那个艺术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那个有意义 那此外我们在这一次 也大班的小朋友 他的导览手册啊 带过来可以带着我们两个大人 一起免费来那个海科馆参观他们的一个作品 跟我们海科馆的一个展览 全国最大的幼儿园作品展展出时间 从即日起到4月16号为止 欢迎家长到海科馆欣赏 儿童创作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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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